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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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是我李宗盛 今天星期有些很精彩的話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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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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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讀過簡單的英國法律 那就明白到公司法是習大成的 習大成譬如說你以董事為計 有很多人都問我 究竟董事是什麼身份呢 其實公司法律寫得很清楚 董事有三個身份 董事他既是一個員工 他是一個employee 但同時他也是一個agent 在法律上就是agency law 他是公司的授權代表 他是代表公司去簽約的 即是代表公司去entered into transactions 所以他是一個agent 他是一個actual authority 他幫公司做了一些事情 是令公司履行公司法律責任 等於說他做的公司的行為 就令公司bind了公司去做這些事情 這是第二個角色 第三個角色是更加複雜 董事也是一個trustee 即是某程度他是一個信託人 舉個例子 董事你可以出糧 但董事不可以利用董事的身份 去謀取暴利 即是如果他是謀取暴利 他其實是breach了一個 叫做fiducery duty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 好像Johnny翻譯過一次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意思 類似一個 即他是類似一個 信託人的身份 如果他用這個身份 而去 make一個profit 其實他是違反普通法的精神 或者equity的精神 即英國法的精神 所以這個就是董事方面的 另一件事在公司架構方面 其實在公司 我覺得公司法本身有幾大的principles 我們不在今天講完那五大principles 但有一個最重要的principle 亦都是令到日後衍生了上市條例 包括證監會的收購合併守則 或者現在我們說的SDI Disclosure of Interest 所有這些法例其實都是來自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這是什麼原則呢 就是公司法之下 其實我們是要保護小股東權益 保護小股東權益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在證監會裏面有這個所謂收購及合併守則 你一定要 你買過了百分之三十之後 你要向所有小股東要做一個general offer 就是全面收購 他要你過去六個月裏面買過最貴的價錢 拿最貴的價錢 向所有小股東做全面收購 意思就是說 既然你買了一家公司 你就要拿最高價去給小股東 讓他們有機會一起走 這個原則呢 這件事其實 這個理論 這個原則就是來自公司法 就是保護小股東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 我們的上市條例 絕大部分 比如說 又說什麼 Disclosable transaction 要披露交易 又什麼叫重大交易 非常重大交易 說這麼多 就是要開股東會 要小股東投票 就是說 當你董事會 現在 日後會更加複雜 做了一些交易 誰知道你們原來是關聯的 原來交易之間 就跟董事有關的 那你們董事 你們那些傢伙不要投票 或者大股東不要投票 大股東有關的 那你就要交給小股東投票 那小股東呢 才有機會去發聲 那凡此種種 上市條例這麼複雜 越寫越複雜 複雜到現在 就整天都歐歐地 但怎樣也好 原則 消息變了 但是心法沒有變 就是一個武林高手 最重要的是心法多國招式 心法沒有變 就是要保護小股東權益 好了 那大家明白這一點呢 現在你們就開始明白 如果那間公司 最高權力不是股東會 又或者 那個責任 董事的責任 不是來自董事會的董事 原來最高權力的人 是來自黨委 那大家就會明白 那我以後那間公司 應該怎樣運作下去呢 那會有很多衝突的 阿彌筠 你可以想一想 究竟 我問你 你說以後 黨委大 還是董事會大呢 對這120多間公司 應該是 黨委大 但是 香港又不習慣 香港很多時候 最終 決定權 在法院那裏 法庭那裏 那裏 如果有什麽爭執 有什麽爭議的時間 那 牽涉到責任的問題 以前就全部 董事負責了 那現在 但是董事 有個名 但是最終 實權又不在他那裏的時間 那責任究竟誰屬呢 如果又遇到一些問題的時間 法庭應該怎樣判呢 這個就很影響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慣了見的國際規則那一套 那這個 影響都相當深遠的 我想 是吧 你說得非常對 因為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記得 想打劫這個外匯儲備 就不是今年 陳茂波現在想打劫的 在早幾年呢 當時就已經提出 有一個叫做超級財務機構 去統領了金管局 包括那些保險等等 那當時呢 當時我們的財政司司長 胡蘇貞 就向這班顧問 這個顧問裏面 當然是包括猛人 包括姓朱 我們是朱總理的兒子 是吧 還有現在的證監會主席 是吧 茶屎美麟等等 但當時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說要成立這個高級 監管機構 拿了所有的權力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申報利益 我們上市條例 都是要申報利益 麻煩你們所有 坐在這個委員會裡面的人 全部去申報利益 你知道他們的人 一個人 背後幾百間公司有關聯 分分鐘過千間 你申報漏了 我們在香港的守則 就是要坐牢的 那他們博不過 他們博不過 最後呢 就不了了之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香港的監管 整個制度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舉個例 現在一個董事 他有很多法律責任 他要承擔 他要申報的 但是 就是 黨委 背後 他不是董事 他就不需要申報 他不需要申報 他說 我指示你現在和這間公司合作 明明是關聯交易 但是 他不是董事 他不是董事 但他又不是股東 他又不是大股東 是吧 國務院大股東 理論上 就是國資委是大股東 是吧 但是 他又不是 他是黨 黨是大股東 黨是最大的權力 變成 做出來的事情 就等於沒有監管 因為他根本上 沒有obligation 去申報 也沒有責任去披露 他和他的關係 變成以後的交易 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你說 喂 如果你 國企是姓黨的 那你在上海也更好一點 因為上海那套規則 你們知道怎麼玩 所以上交所的影響也更小 但是如果你說國企姓黨 對香港的衝擊又非常之大 我覺得在香港 現在有百多間這些公司 已經改了公司的章程 叫做 黨委最大 那真的 影響就是很深遠 因為 我們都不知道 在這裏 接著下去 將會發生有幾多的 隱藏的關聯交易 或者有幾多的 奇怪的買賣 又或者 你在大陸還有外匯管制 我們在香港的公司 他們在香港的子公司 沒有外匯管制的 那變成股東的錢 股東的錢 股民的錢 進去公司 你是怎麼運用的呢 跟海外的交易 是不是 到時一樣 是受那麼多的監管呢 也不是 可能就是有一個世紀大交易 突然間在外國進行了 而是用了國企的資產 也不出奇 那投資者就真的很不懂看 我覺得 這就是風險 另一件事 就是剛才你有提過 就是說 當這些交易進行的時候 有問題的時候 那法院 法院怎麼判呢 就是 法院覺得 究竟 需要不需要將黨委 也都是要立合監管呢 只是他要承擔責任呢 他們有沒有minute的呢 我舉個例子 上市公司 現在董事會 有很多委員會 大家知道 你來賓拿你也知道 例如有 三個 一般有個審計委員會 有個人事任命的委員會 有個人事任命的委員會 nomination audit 好了 那現在那個nomination committee 就變廢了 因為最大的人事任命權 已經不是你這個nomination committee 最大的任命權 現在應該是去了黨委 哈哈 那怎麼辦 那董事寫的nomination committee 有什麼意義 原來他是聽從於黨指揮 他不是聽從於 服從於這個上市條例 是吧 完全是真空中 很好笑 將來呢 IPO文件那裏 招股書 是不是應該列出那個 除了主席啊 CEO之外呢 要列出那個 黨委書記的履歷啊 每次聯報 也都要列出黨委書記的名字 才知道 那別人才知道的 是不是 是吧 應該 如果你 橫定都已經他有實權的 是不是應該 規則 又要修正一下呢 沒錯啦 那就是說如果董事 你要長列他的姓名 是吧 他的經歷 他的人生經驗 他的資歷 那為什麼黨委不用寫呢 是吧 還有他 要申報的事情 過往很多的嘛 那黨委都要申報了啊 黨委的成員 全部都要報了啊 那些投資者才知道 我們是怎麼判斷一些事情嘛 但是最慘 現在我們交易所的條例 上市條例 我們的上市委員會 不是 上市科的同事 監督的 或者證監會監督的同事 他也都沒有法理基礎啊 因為他的 他的 上市條例裡面 沒有說要有黨委 披露黨委成員的資料啊 哈哈 他也沒有能力 去叫這間國企 姓黨的國企 去披露你黨委裡面的成員啊 那所以其實是一個真空狀態來的 真空狀態來的 那投資者應該怎麼做呢 香港呢 就變成一個 由 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 可能會 降級啊 變成 中國裡面的 國際金融中心啊 因為你走的 全部是 中國的 發揮啊 中國的 風格 所謂中國國情 現在在香港 正式 實踐 應用啊 這個我想 對全世界 外國的投資者 應該比較 陌生一些啊 他不習慣這樣做 是不是呢 是啊 我自己 回顧這幾個月來 就是說 我們現在還要多謝《蘋果日報》的記者做這個專題 但是沒有這件事深入討論之前呢 其實過去幾個月大家困擾著香港的股民啊 或者我們這些專業人士呢 過往就是一個 所謂同股不同權的新遊戲規則 那你想一下 民企 透過同股不同權的遊戲規則之下 已經完全翻天覆地 推翻了以前上市的規則了 不用業績的 不用賺錢的 可以把一個隱藏的債務 把一個千多億的債務進去 是吧 可以做 一面玩股價玩財旗 穀高市值 然後想著 找一天殺下來 殺到你私橫騙的 即是我 想著 喂 你現在 用民企那邊 即是在民企那邊 已經破壞了香港的法 即是那個金融中心的地位了 只是不過幾時爆了 好了 這個不是全的picture 這個不是全面的圖畫 還有一半呢 國企都改了 民企玩完 現在國企已經修改了公司的章程 現在呢 國企要姓黨 黨委最大 比董事會 甚至可以莫視股東會 即是你給我感覺 民企你又真是玩死他 國企你又玩死他 那麼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還值什麼錢呢 那是不是一定要大家 一起抱著死 透支香港集資的能力 在這三兩年內 透透了 之後就說 呃 呃 以後香港沒得做 那是不是想這樣呢 如果不是想這樣 那想怎樣呢 我們有什麼做到呢 那這個就要討論 那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現在 國盾民退 現在成為一個好像方向 那樣 那這些 公司越來越國企化 那從負面的角度看 就相當之氣餒 因為你 一間商業公司 不以股東的利益為依歸 為首要的那個想法呢 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作為股東的投資者來計 那其實 上證 那50隻指導成份股 在香港已經重疊了 其實影響已經在香港了 那市值上 很快呢 七成的市值呢 就會是 中資股來的了 這樣 香港整個 股票市場呢 可以說形勢比人強 嗯 強那邊呢 就定了那些遊戲規則的 那你 變了呢 香港雖然地理上 就在香港 其實那個牆 就已經是別人的了 即不是你香港本地人 本地公司 甚至是政府 可以管得到的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很氣餒的 因為你香港自己的公司也都太小 每次上市那些都是剛剛夠清的 剛剛是五六億左右 集資一億幾千萬那些 那跟他那些一間 美團都成四千億了 那等於你成千間的公司 那事實上又真是 沒辦法跟他 就是 比拼 那你 我想 即使 政府部門 監管機構 都可能都真的 無可奈何 這個就是 負面的 客觀情況 沒錯 比較可惜的 過往的毛澤東 講了一句話 就說任何的制度 講到最後都是人選的問題 對吧 那現在 你看到 由港交所這件事裡面看 最後都是人選的問題 就是我們總裁李小嘉 究竟他有沒有一個心意 他有沒有一個 弘願 有沒有一個願景 真是將香港帶去另一個 就是國際市場 國際的金融市場呢 只是說 其實他是有一個心境 去毀滅了這個國際金融市場呢 令到上交所會超越港交所呢 我覺得這個值得大家去想 如果他是真的有心去做好他的 你國家有這樣的政策 那你是不是應該修改你的上市條例呢 令到這些國企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那些黨委的成員 他可以 accountable 即是向股東負責 小股東負責 因為你在用著小股東的錢 所以這個就是李小嘉自己 你要問清楚你自己究竟想怎樣 那這一節呢 就過了時間了 我們稍後再回來講第二節好嗎 好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好